國內確診數持續降 10月22號就比前一天減少1595例 而跟上週六比起來也少了7000多例 值得關注的是52例死亡個案中 最年輕的是20多歲男性 神經系統疾病患者 身形比較肥胖 沒有接種過疫苗 發病到過世只有4天 重重症加153例 特殊重症是名1歲男童 9月22號確診之後 10月7號出現相關症狀 10月12號送急診之後 診斷疑似有密C及細支氣管炎 那志願中也檢驗出 呼吸道融合病毒陽性 那給予蒸氣治療 病患好轉已於10月17號出院 值變異株在全球來勢洶洶 美國目前以BQ.1 以及BQ.1.1為主流變異株 本週病例數甚至比上週增加將近一倍 歐洲也預計 這株病毒將在11月成為主要病毒株 在亞洲則是XBB強勢來襲 臺灣在10月17號已經被入侵 WHO甚至直言它具有最強免疫逃脫能力 疫苗或是自然免疫恐怕無法防護 另外在香港又出現另一款XBD變異株 其實我們這邊都不太需要去擔心 只是說定序工作還是要做 目前在臺灣變異株的最新統計 截至10月17號畢業點五還是佔多數有百分之七十六 只是說WHO市井最新入侵臺灣的XBB變異株 最早是八月在印度發現 已經擴散到二十六個國家 而且傳播力可能勝過其他Omicron變異株 目前我們還是跟美國他們的交流量 比較大的一個前提之下 也許美國所擔心的BQ.1.1我們也要擔心 其他醫師也指出包括新冠 兒童間近期流行的病毒 還有流感 腹流感 呼吸融合 腺病毒 鼻病毒 以及梅浆菌 總共七種病毒輪流交替 大小朋友也只能自己做好防護 盡力把病毒阻擋體外 TVB數 楊青鋒林立台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或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大衛 並且提示小鈴鐺